因为疫情影响冲击全球观光服务业 2020年来台观光人数比起2019年衰退超过八成 虽然台湾疫情相对控制得宜 国旅道爆发却仍难填补上半年的亏损 国际观光相关组织预测国际旅游要复原到2019年的水准 可能需要2.5年到4年的时间 但仍有变数 如何深化品牌价值并拥抱改变 将是服务业复苏的最大关键 除了餐点外送 还有饭店推出主厨道府料理的创新服务 意外开拓新客源 之前的外汇是在四仙多云尼地桃菜单 也会给主人家看 我们来清密箱有一个就是 我们前几天就要到府里面去看 你家里面有什么东西 要把它拿入你的菜单里面 它假如有什么需求 第一个我会先了解它的宴客对象 什么样性质 因为很多家里面 某些东西实在上的处理 它不太了解 那我们就可以有点像一对一脚学一样 我一边做一边教 越在谷底越能激发企业进行变革 经济部最新数据指出 零售业已终止负成长 透过会员经济及造结行销 拉抬买气也带动了网络销售成长 家乐福是台湾所有通路几乎都有的 我们有Hyper有Super 我们有EC甚至于我有B2B 疫情影响顾客消费习惯 无接触的购物体验加速数位化的演进 当改变来临有准备的企业就能不怕考验 我有心怀感激才可以感动别人 不管是有没有距离 不管是戴不戴口罩 只要我们重新去感动 去感受去服务我们的客人 客人都会感受得到的 创造感动服务的还有旅宿业 为在谷关的温泉饭店 因为日系协同更注重与顾客间的互动 我们觉得员工的顺利也非常重要 虽然就是硬体是完成 不过就是短体是还是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台湾员工一般就是遵守那个SOP 很拿手 不过给客人比较感动 还是意外的那些服务是 就是超越那个SOP的内容 那这样的话我们还是需要 很基本的在服务的一些价值观 照给那个员工 他自己有想法 然后他自己可以行动 服务的本质是为顾客着想 带来令人深刻的感动 创新与升级可以增加收益 也能创造更好的体验 在变与不变之间 将会是观光服务业要面临的淘汰赛 欢迎订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